大家好,非常高兴能够来到这边 那我的演讲就是接下来一个半小时左右 就是讲Social Innovation and Digital Transformation 但是其实我这份简报大概只有五分钟的时间 所以所有其他内容都要靠大家了 如果现在大家有手机的话 麻烦连到,不是有几百科 这个是刚刚那个叫收阻 OK,等我一下 OK,连到slido.com 然后是一个网站 然后slido.com 那连上去之后呢 就仅后不用输入 输入今天的日期就是714 那输入之后呢 大家就会按一下那个 就是有一个箭头 或者一个join的一个按钮之后 大家就会进入一个匿名的一个聊天室 那因为今天一百多位朋友 大家如果轮流举手发问的话 那一个半小时就过去了 所以我们就用一个让我一面讲话的时候 大家可以一面提问题的这样一个平台 那这个平台有两个特色 如果有人已经在上面的话 可以先试着提个问题或打个招呼 有两个特色 一个是说它是匿名的 那在之前就是如果举手问问题的话 有些朋友会问比较客气的问题 但是在匿名的时候呢 真正有挑战性的问题才会出现 反正大家都要滑手机 没有人知道是你问的 所以这是一个好处 就是可以匿名提问 那第二个是说 如果你看到别人问的问题 你也想要问的话 那你只要按赞就可以了 那如果按赞的数量比较多的话 那对 按赞数量比较多的话 它就会浮到比较上面去 那浮到比较上面就表示 有比较多朋友关心 那有比较多朋友关心的话 我就先回答 所以这个概念其实就是一个 所谓crowd source 就是群众外包的这样一个概念 就是我今天要讲的这个agenda 这个议程完全是 交由各位来决定 所以我接下来 大概要先花五分钟的时间 先讲一下 就是social innovation and digital transformation 那接下来就完全就交给大家 那如果大家就是提的问题 来不及在接下来 八十分钟里面回答 那就先说一声不好意思 那如果我们过了一个半小时 那但是大家的问题 其实没有到一个半小时 我们就提早结束 不过这种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了 所以我也不担心它会发生 对 好 所以马上就有朋友问说 什么是社会创新 那我们就直接开始 Social innovation 社会创新 它很简单的来讲 就是说 它是innovation with the people 它不是innovation for the people 那很多的产业创新 它是先在一开始 看到问题 解决问题等等的时候 全部都是在单一的利益关系方 可能一个大的团体 可能一家公司等等 去完成这个研发 那完成之后呢 它再放到市面上 由市场来做决定 社会创新呢 它特别是在讲一些 它具体解决社会问题 而且从刚开始的时候 就是由stakeholder 就是这些会利益攸关的 它的问题有被解决的 或者造成它的问题的朋友 一起 加在一起做出来的 这样一个创新 所以说呢 它既不是说 就是单一的 这个社会的团体所控制 那它在接下来也是 大家都可以往各种方向去发展 这种所谓的open innovation 它是社会创新一个特点 就是在这个创新出现之后 任何人都可以把它 往不同的方向带 那当然网机网路 就是我们这个时代 最大的一个社会创新 Yweb当然也是一个社会创新 现在大家觉得 非常非常热的 就是所谓的分散式账本的科技 在一开始 就是它 就是中本聪发明比特币的时候 那个时候还是它脑底的东西 可是因为它一发明 马上就把它公开出来 而且它就消失了 所以它就变成了社会创新 就是它是由整个社会来一起决定 这个创新要往哪边去发展 而且它可以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 那为什么社会创新 在我们这个时代相当重要 是因为我们的这个民主制度 它现在碰到了一些挑战 这不是只有台湾的挑战 全世界都碰到一些挑战 那这边呢 我就quote一下 这个很重要的 我去国际上的演讲 一定要提到的这个values of Taiwan 这个台湾价值 我想最重要的是这个S 就是它是多元的 那蔡英文总统 他在上任的时候 曾经在就职员说说过 在以前讲到民主的时候 在台湾大家常常都想到 两个价值中间的对决 但他希望从现在开始 民主变成多元价值中间的对话 那所以就是从对决到对话的 这个概念 其实也是social innovation里面 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为什么能这样讲呢 是因为在上个世纪的 可能一直到八九十年代 甚至到2000年初 大家对于政府的想象 其实就是像这张图上面一样 就是一个政府呢 一般大家来讲呢 有两个功能 一个是组织的功能 就是说好比上说 左边可能是 刚刚这个Simon老师有提到嘛 可能是卫福部 或者是一些 跟这个医疗相关利益有关者的 这个部会 那他可能是跟 各位这个利益有关者做沟通 那但是呢 往另外一个方面 他也许在各自方面 法务部有他的坚持 他要跟 就是各自相关的一些团体 去做沟通 那虽然他们是分头去沟通 但是行政院就把 大家能够组织到一起 那又或者是说 也许在于环境保护的朋友们 是跟环保署沟通 但是在于开发的朋友们 是跟经济部沟通 那所以这是又是不同的 就是利益相关者 那当然我们还有 非常非常多例子 劳工跟资本家 或等等这些关系 那在上个世纪 大家的想法 大概都是说 我们政府内部 不管透过行政院 或透过立法院的一些委员会 我们去分头 把大家的这个概念了解之后 把大家的一些 有代表性的人物 这个大概都了解 大家的诉求跟立场之后 政府在中间 做出一个仲裁 那这个仲裁呢 就是不要让大家 这个伤得太严重 大家虽不满意 但可接受 但是有一个组织者 跟仲裁者的一个角色 那这样子的一个治理模型 到这个时期 尤其是最近十年 在全世界 大概都已经破产了 那这个有一个 专有的学术名词 叫做民主退潮 或民主倒退 Democratic Recession 那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 所有的利害关系 放在以前 它要透过 当地的民意代表 要透过大众媒体 要透过各种 就是专业的组织者 它才能够组织起来 可是现在呢 因为有了网际网路 因为有刚刚讲的 那些Open Innovation 所以任何人 有一个好的想法 它有一个关键支队了 一个Hashtag Me Too 怎么样 一个那就突然之间 这个十万人 二十五万人 就组织起来 莫名其妙就上街头 可能又去占领立法院了 等等 所以就是说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大家并不是依赖 本来的我们行政系统 或者代役系统 去做组织 大家自己组织的力量 已经远强过政府的力量 那第二方面就是说 这样子的 各种各样子的创新 我们不可能 冒出一个新的东西 像AI的时候 我们就成为一个部会 去处理它 所以这个绳子的端点呢 也不够用 所以到最后就会变成是 实际大家在创新的时候 如果有彼此拉扯的情况下 这个就会越来越 绳子就会扯得越来越细 然后到最后 大家就发现说 大家跟自己相像的朋友们 中间所有的同温层里面 的讨论非常的顺畅 非常的这个越讨论 好像大家都是有志一统 但是事实上 社会是变得越来越分散 越来越分裂的一个情况 而且在这个过程里面 政府它并没有离人民越来越远 只是因为人民自己 中间越来越近 所以感觉上 政府就离人民越来越远 那我们就看到一个 国际上一个 就是有统计数字的一个现象 就是言论自由跟集会结社自由 越自由的地方 大家对政府就越不信任 而且对民主制度 也就越不信任 那台湾当然是亚洲 言论跟集会结社自由 最自由的一个地方 所以大家对政府呢 是罪不信任 所以我们现在呢 有点要引引这样子 一个治理上的一个 可以说是危机 那所以我们现在 就是使用一个叫做 开放政府这样一个概念 那开放政府 它可以说是社会创新的一个基础 简单来讲 开放政府 希望政府问一套不同的问题 它不是在问说 我们怎么样找到 三四个有代表性的人物 然后我们怎么样 在中间做出一个仲裁 这个大家已经做不到了 我们在问的是 对很多新兴的题目 大家各方有各自不同的想法 然后都去发展各自的想法 但是大家有没有一些 共同的价值 有没有一些东西 大家都觉得是好的 那这件事情非常重要 因为如果大家 没有办法先宁聚出 共同的价值的话 我们根本没有办法知道说 新的idea到底有没有 解决社会的需要 那第一个 有一些共同价值之后 粗略价值之后 我们再问说 大家有没有什么创新的想法 可以去fulfill 去满足这个价值 而且最后的解决方案 是不牺牲任何一边的 也就是说看起 好像拔河的东西 我们透过各种各样的创新的方式 把这些力量能够凝聚在一起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应该是 一两个礼拜之后 会通过的一个 社会创新的一个推动方案 那在接下来的四五年里面 就是我们第一次去把 就是完成联合国 永续发展目标 当作不是只是 政府自己管考的事情 当然我们在永续会 在ODA 在国合会 还是有非常多SDG的工作 但这些工作呢 相信大家也知道 就是联合国有做过统计 如果你只靠政府的预算 跟政府彼此之间 ODA的预算的话 到2030年SDG 可能连十分之一 都没有办法解决 绝大部分是要靠 公民社会 跟私部门的创新 才能够做到 所以我们现在的这个口号 非常简单 就是我们帮助 解决社会问题的人 解决大家的问题 就简单来讲 不要挡路啦 所以在这里面 这个每一个部分 像法规条是 国发会那时候就问说 那你这个政委 你制定这个计划 你是要我们规划 去通过哪些法律 那我的意思是说 并不是这样子 并不是我们主动 要去通过哪些法律 而是任何时候 大家在创新的时候 忽然发现 目前的法规 面临卡到大家了 那我们是及时地 去做重新解释 及时地去做调试 及时地去做解决 所以每一个 其他的部分 也都是这样 就是说我们是要 配置一种 如果看到这个路见不平 就是自己就可以 这个拔刀相助的 这样一个概念 不是等着政府来做 而是说做给政府看 所以这个就是最基本的 social innovation的 这样一个概念 那这个呢 也就是呈现在 我们目前 接下来八年的 这个就是DigiPlus 数位国家创新 经济发展方案里面 那这个是我刚 就一年半前 刚加入政府的时候 正在严厉的一个计划 我主要的贡献 大概就是这个封面 所以今天就讲一下 这个封面 以前大家想到 这个数位发展的时候 台湾做的特别好的 是所谓的infrastructure 我们真的是 少数讲宽屏是人权 然后可以觉得说 不是吹牛的一个地方 因为基本上 在台湾的任何一个角落 他想要接触到宽屏 他想要接触到网络 基本上他都可以去接取到 但是问题是说 他可以接取不到 不表示他真的使用 但为什么大家 能够接取到 跟现在使用中间有落差呢 就是因为政府的服务 或者是所有事实上 大家能够存取的 是一一住行 娱乐等等的服务 他如果是面对面 比较方便 或者是说他有上网 可是上网你设立一个公司 你要跑四个 五个不同的网站 那到最后 其实大家就会觉得 暗暗还不如零贵去办理 所以确实在以前 就是Nissi计划 一到四阶段 电子化计划的时候 我们的着重 都是在量测一些 很容易量测的一些KPI 就是钱砸下去 就会有的KPI 但是我们现在就要量测一些 比较困难量测的KPI 就是它的social impact 它对社会到底 有没有造成正向的冲击 或正向的一个influence 那在这个情况下 它的innovation 跟它的inclusion的部分 这也是第一次 政府是说 我们并不是说 我们非常的英明 接下来就要发展 特定的什么industry 而是说 我们让社会创新 来告诉大家说 接下来要往哪里走 那这边就举 两三个实际的例子 这个例子叫做 Sandbox 就是简称沙盒 那我们目前 已经三读通过的 是金融创新 经济发展实验条例 简称金融沙盒 Fintech Sandbox 那个是成为法国家里面 第一个通过的 那我们在 已经送到立法院 下个会期 很快就会通过的 叫做无人载具沙盒 简称Air Mobility的沙盒 那接下来会有很多别的 沙盒的法案 那这个沙盒的法案 大家有听过吗 好 我稍微解释一下 OK 那简单来讲就是说 我们目前的法律 它的发展 可能是有它自己的脉络 可是如果你现在是一个创新者 你可能想要做什么呢 你也许想要做加密货币 想要做点对点借贷 想要做AI banking 想要做各种各样子 就是在金管会 立它的法律的时候 它并没有想到 能够做的这件事情 那在以前呢 基本上你就是要 一个非常高的门槛 然后你要成立这个银行 或金融业 证据业等等 才能够去使用 那金融沙盒的概念就是说 如果金管会 现在碰到一个 它不了解的东西 那这个创新者 它可以自己冒出来 然后说我要写一个 我的想法 我的版本的法律 那我们在资讯科 选上这个叫做Fork 就是它把它的法律 它不是推翻掉 它是把它往一个 不同的方向带 它等于自己写一个 修正版的法律 那这个修正版的法律 它不只是可以改 金管会的这些法律 它也可以去challenge 其他部会的法规命令 或者是其他地方政府的 自治条例 所以简单来讲 就是它去想象 法规命令 应该要长什么样 然后它写一个proposal 告诉金管会说 我就是要做这个金融创新实验 在接下来六个月到十二个月里面 我们能不能就有一块地方 在一定的这个风险控管之下 我们就在这个地方 用我想象的这种 新的法律命令来执行 那这样子的想法呢 其实就是说 我们在台湾 全时段都可以有 各种各样不同的创新 可能五六十种 那但是呢 里面呢 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让大家有第一手的经验 大家真的看到说 这个东西到底对社会是好 还是不好 如果到六个月结束之后 这件事情真的对社会不好 那至少我们没有像驴鼠一样 全部都跳下去 而是说 大家都看到了 那我们感谢投资人 帮大家付了学费 然后接下来 下次创新就不要这样做了 那但是呢 少数的创新也许就会成功 那如果成功的话 它如果是法规命令的话 我们经过两个月的调试期 预告期之后 我们就会直接采用 那这样我们就有一种 新的一种商机 然后它的竞争者 就可以加入市场 那如果这个需要改法律的话 它最多可以延长到 三年的实验时间 那当然这只是第一个沙盒 所以我们在通过的时候呢 就是有很多想法 并没有完全放进去 那在Air Mobility 就是无人载具沙盒里面 我们就放了更多的想法 它比较说 它可以开一开飞起来 它可以陆海空 可以有各种不同的结合 而且它不再是由监理机关 来当作创新实验机关 这一次呢 这个交通部 它是被经济部call 你的想法是送到经济部 然后它帮忙扣客机部 帮忙扣交通部 所以等于说 我们在政府内部也有一个 多方利益关系 这样子一个机制 那所以在所有这些过程里面 我想最重要的就是 各部会中间的一个横向联系 因为如果各部会中间 对同一件事实 它没有同样的第一手经验 没有同样的看法的话 那么到最后呢 大家就会进入一个 无所适从的一个情况 因为就算是地方政府 不同的局处 也是要呼应到 不同的部会的看法 所以我们目前的做法是 这个是在台北的空总 空总 就是建国花市旁边 叫做社会创新实验中心 Social Innovation Lab 那这个就是我的办公室 我每个礼拜三 从早上十点到晚上十点 都在这边 那任何人只要愿意 我们的对话的 逐字记录公开上网 都可以来这边找我 那也不只是礼拜三 常常在礼拜二 我就会环绕全台湾 那我去的地方呢 十二个不同的部会的朋友们 他是在云端陪我去 就是他们是来空总这边 然后坐在一个 大的会议室里面 他有个视讯的方式 看我去各个 不同的地方开会 但是就像立法院备巡一样 即时在地的那些 不管他是原乡的朋友 或者是花脸的朋友 或者任何 甚至有时候离岛的朋友等等 他来 然后他说 他是在做一个社会创新 但是他碰到了如此如此的困难 如此如此的阻碍的时候 那相应的这些部会 都要立刻去回应 那回应的时候 其他旁边十一个部会 都听到了 以后这件事情 就是要这样子解决 所以这是一个 Virtual Team的这样一个概念 那我们透过这样的方式 快速地调试了 非常多的法规 那举例来讲 像在台中有个叫做 好牧人协会 他想要变成一家公司的控股协会 这是一个 就是他要成立一家 社会企业的一个公司 但是他希望这个公司的使命 等等 都是由这个协会所控制 那以前都只有大的公司 去设立自己的NPO 没有大的NPO 去设立自己的公司 但是其实他语法 并没有什么困难 只是每一个部会的认定 是不一样 所以我们就透过这种 巡回会议的方法 具体地去做出认定的一个改变 那当然这个场景 还有另外一个好处 就是他事实上是跟 这个大家的生活是息息相关 旁边就是花式 然后有非常多的行人徒步区 有各种各样的交通状况 所以我们事实上 第一次的自驾车的实验 就是在这边 就是MIT Media Lab 跟北科大的朋友们 一起去做 那这些自驾车的重点是 第一个它是三轮车 那三轮车 它就是虽然儿格里说跑得快 但事实上跑得很慢 所以好处就是 它撞到人不会怎么样 它撞到这个建筑物 也不会怎么样 事实上那才是最好的时候 因为这个时候重点 就不是这家无人车 它怎么样子去了解 它所在的环境 而是我们人类社会 怎么样了解这种 有点像一种新的物种 我们在互相寻化的一个过程 就像原始的智人跟狼 互相寻化成 现代智人跟狗一样 就是我们要慢慢了解到说 它这样讲的时候是什么意思 它这样子互动的时候 是什么意思 那就像刚才Simon有强调的 就是说这个Open Innovation 它的原始城市 它的资料都是公开的 所以北科大的任何一个学生 而且蛮便宜的 都可以自己去改造它 然后自己去试试看说 这样子一种三轮车 它解决的社会问题 它比方说你去见过花市 买了一大堆花 或者是一些观光客 或者一些长辈们 它事实上重点就是 它想要坐在第一点 然后后面有一堆跟着它 然后就帮它把这个花板搬回家 然后它就可以 这些车就可以去别的地方 它解决这个Mobility问题 可能并不是 一下子就有经济规模的 可是在这个过程里面 它能够让我们跟人工智慧 能够和平相处 而且在相对和平相处里面 去找到大家共同的价值 那当然大家就会说 那如果这个你 就是有这样子的体验 但是你怎么知道说 它价值到最后会 到一起去呢 你怎么感人替说 它会凝聚呢 六个月的实验期之后 如果各方就是有不同的想法 而且越吵越雄 变成头版新闻的话 那这样子的话 到底创新 是不是它是 这个风险是无限的 那尤其是公务体系的朋友 很喜欢问我这个问题 那我这边举的一个例子 就是我们在2015年 也就是Uber 第一次从合法的租赁车 变成不是很合法的 用就是没有这个职业驾照 也不是职业租赁车的车种 来运行 就是Uber X的时候 当时呢 我们是第一次 在全世界也是第一次 运用人工智慧的系统 来帮助所有各方的利益关系 去达到彼此共同认识的价值 那这是一套AI系统 叫做Polus 那这套系统 我们当时在 就是我帮蔡依林振伟 架了一个叫V台湾的一个系统 那这个系统里面 我们就像所有的Uber的司机 车队的司机 工会的朋友们 各种各样的乘客 上千人 都一起来到这样子一个平台上面 大家一开始都是说 我觉得怎么怎么样 所以像这个 一开始还比上说 我觉得乘客的保险是很重要的 那你可以同意 你也可以不同意 随着你同意或不同意 你的这样子一个Avatar 就是这样子一个代称 它会走到不同的地方去 那这样子的话 你就第一个 你知道说 跟你意见不同的人 可能不是敌人 他就是你的Facebook 或Twitter的朋友 那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呢 首先就是 大家可以彼此互相感觉好一点 但第二个更重要的是说 大家立场是可以改变的 所以当你答了几个问题的时候 也许你会想要提出 一个更好的一个感受 这个感受受到更多人的了解 那更多人支持这样的感受 因为你可以发现 这上面是没有reply的 所以这不像一般的留言板 大家都是花大量的时间 来摧毁彼此的公信力 你如果看到这个一个 你不同意的意见 基本上就是你只能propose 一个更好的意见 在这个过程里面 整个形状都会像这样 就是我们确保说 好那大家意见这个 这个存而不同 就是大家了解到 在五件事情上面 我们有不同的意见 可大家绝大部分能量 是放在 大家都能够理解的 而且大家都同意的 最基本的一些想法里面 就是纳税 纳保 纳管 以及相关的一些事项 所以 到最后的 这七项非常强烈的公司 我们就一项一项 用直播的方式去谈判 然后事实上 现在Uber是合法的 你也可以用它来叫计程车 多元化计程车车队 也有非常多的例子 表示说它的服务的性能 或者是价值 它是受到刺激 但是是受到 大家都有共识的 这个情况下的刺激 然后就变好了 所以它不只是创造了 新的经济模型 它也是让整个 社会跟这个 environment相关的朋友们 都有机会进入一个 讨论的场域 而且大家凝聚出共识之后 最后做出来这个解决方案是 大家都see it coming 所以大家都会觉得说 好那这样子的方式 至少是公平的 所以在永续发展的概念里面 这个就是SDG17 就是Partnership for the Goals 好 那所以我们就开始 这个take问题 来 我们看一下 没有问题 好 赶快想一想 不然要提早结束了 有13位朋友们想要知道说 医疗产业要怎么样子 做社会创新 非常非常好的问题 因为我自己 就是在社会创新实验中心 碰触到的例子里面 比较多的还是social work 那它不一定是完全是医疗 但是呢 就算是social work 我觉得也有一些 触类旁通的地方 所以我这边就举一个实际的例子 它虽然不是医疗 但是我觉得有一些相关的地方 那这个是刚刚那一张 同一张图的这个中文版 那这边还要特别强调 就是说 用一个组织去做社会创新 并不是什么新的概念 在台湾用合作社组织 用NPO组织 用公司组织 都是20年以上的历史 这个每一个都是有效的去结合了 商业的环境的社会的治理的力量 来一起解决社会问题 所以这并不是什么新的东西 这个就是我们把 本来已经存在的东西 让它有更高的能见度而已 所以我要举的这个例子 它比较是social care 就是它是一个叫做 点点善的一家公司 那这家公司的特色是说 它去看社会上 所有是弱势的朋友 然后它去找出 在某些情况 特定情况下 他们是优势 然后呢去找出 大家能够跟他engage的方法 比较说他们最早 就是跟喜汉儿基金会合作 所以所有这些画的 很漂亮的这些visual design 全部都是喜汉儿画的 包含我刚才的那个 就是social innovation lab 就是这个门 这也是喜汉儿画出来的 所以就是说在这个 艺术创意上面 其实他们是很厉害的 但是大家本来就是 不一定了解 或者不一定知道这件事情 又或者像说 他们也跟盲人朋友合作 盲人朋友合作 大家可能比较有听过的是 黑暗对话 那个是dialogue in the dark 就是像我们办这种共识营 可是所有灯都关掉 完全是黑的 然后做各种各样的活动 那大家都会觉得手足无措 觉得比较vulnerable 但是这个过程里面就是有 非常有自信的引导师 带着大家去进行讨论 那当然都是盲人朋友 所以经过几个小时之后 我对盲人的看法就改变了 因为在这种状况下 他们才是优势的朋友 我们才是弱势 所以像他这次做social innovation 大概就是去关心接卖的朋友 那接卖者呢 大家知道可能是 就是行动不便 或者做一些轮椅 那卖一些口香糖 或卫生纸等等 那重点是说 他们并不是一个做好事 或者csr的心态去看他们 而是以一个business development 就是bd的心态去看他们 就去做这个分析 好比像说 他的business model 其实并不是很清楚 你若买了他的话 他不会给你一个五分钟的pitch 你不知道他的这个 就是他的business model在哪里 他的stateholder是哪些 那或者是说 他的这个interaction pattern 他的CRM 可能是有些状况 就是他如果都是说 先小姐行行好 你第二次第三次来 还是有相同的interaction的话 那这个对于这个回头率 其实并不一定有帮助 那第三就是 他的supply chain management 就是说 他这个carry的这些商品 不管是口香还是卫生纸 如果比起旁边的便利商店 其实也没有特别的优势的话 那当然就是 也许第一次去消费 那之后可能不会再去消费 那在这里呢 因为他是business development 所以他做的事情 就是去结合现有的 各种各样子的既有的产业 那好比像说 去做这个互动式的生活照顾 跟职能训练 让他们能够去进行更多解说工作 或台湾有很多座府具的 所谓的这个隐形冠军的朋友们 能够把一个轮椅改造成一个 很棒的一个行动的装置的车子 又或者说 他去找各地的市政府谈 然后比像说 如果要配公平贸易的城市 那他上面所放的东西 可能就是公平贸易的咖啡 或者茶 或者之类的东西 但是呢 我这边特别想要强调 就是说 不管是在医疗 或者social work 或者其他的SDG的题目的领域 最重要的就是说 让你的第一批的early adopter 就是第一批的使用者 变成跟你一起创新的人 这个才是社会创新真正的意义 所以他们当想出第一个concept的时候 那他们就发现说 这边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想象力 就会往这边丢 所以他的做法就是 他们去群募平台 在这个群众募资平台里面 基本上就是去 就是要大家这个给钱 那但是这个回馈的这个赠品呢 他不像说我有给一些钱 然后是喜悍而化的这个枕头套啊 或床包 但重点并不是那些回馈品 而是说我竟然出了钱 我这个心会跟在上面 好像我是投资者那样子 然后呢 所以大家就会 在那个留言板里面 去给各种各样的意见 好比像说就有人提到说 如果这边有一个很大的 这个LED的这个 OLED的这个荧幕啊 那在上面就可以显示 很多互动式的东西 或甚至做行动支付啊 广告这些 而且下游还可以折起来 这个变成这个遮余版 那又或者说有朋友提到说 没有网络热点的地方 它可以当Hospot 或者说如果你手机没电了 因为这是一台电动车 它可以帮你充电 那里面充电的时候 就冲泡一些咖啡或茶 或者是跟你聊聊天 或者是这边 其实可以放一些折叠伞 所以在天气不好的时候 它会变成一个community center 那随着大家越来越讨论 大家对于这些朋友的看法 就一点一滴在改变 因为这个就不是说 好像他是很可怜 需要照顾 而是说 这个真的比故人 在街边举牌要好很多 那在这个情况下 大家是看到一个service的出海口 而不是把它当作 是一件社会上面的问题 所以我想这里最重要的 还是这个crowdsourcing的概念 就是你透过各种各样的梗 把大家的注意力 吸收过来之后 然后去确保说 第一个他的社会问题 或者他的这个相对的社会关系 还是有得到解决 有得到缓解 但这个过程里面 大家看彼此的方式 是有所不同 所以这是我想举的一个例子 因为这是 这是我实际有碰到的例子 那有十一位朋友说 很有意思呢 谢谢 有九位朋友们问说 现在在行政院主要业务是什么 政委之间如何去分工 我现在在行政院的主要业务 其实就是 这边 那大概就是几个 一个就是刚才讲的社会创新 那另外一个就是开放政府 开放政府我待会稍微讲一下 然后促进行政的数位化 现在又多了数位外交 SDG外交相关的一些工作 那还有就是青年的empowerment 青年咨询委员会 那但是呢 这个其实只是外面看到我们做的事情 就是绿色的这些便利贴 那实际上我们的办公室 就是我们叫做公共数位创新空间 PEEDS Public Digital Innovation Space 它真的就是一组空间 就是在行政院的一楼 政委办公室 隔壁陈美龄主委的办公室 三楼这个教科文处 各有一个空间 那然后我们在刚刚讲的空总 也有一楼二楼地下室 各一个空间 所以这六个空间 目前full time 大概二十几个人 然后我们每年的见习生 大概三四十个人 所以算是蛮大的一个 以政委办公室的角度来讲的一个编制 但这个编制 它并不是好像我hire了很多人 而是我当时就是跟秘书长约好 说任何部会都可以有最多一位同仁 他自愿全时借调到这个办公室来帮忙 所以我们理论上可以有32个 从32个部会来的朋友 那接下来就是从资测会的五个所 现在六个所了 各调了一位朋友来 那当然见习生他可以在任何地方 我们现在有件事甚至在纽约 所以因为我当初加入的有约法三章 其实有三个条件 一个是说 我看到的所有东西 按照政府资讯公开法 所谓的拟稿阶段 就是做决定以前的东西 它原则上不公开 但对公共利益必要者得公开之 但是这样子的话呢 大家基本上都是政府做完决定才知道 做决定之前到底发生什么事 完全是黑箱 所以我一开始的工作条件就是说 我看到的所有东西 按照资讯公开法都是对公益公开有必要 所以就不用再问了 我看到的东西全部都可以公开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 其实是一个radical transparency 激进式的透明的概念 那所以大家都可以当政委 数位政委就是数十位数百位政委 大家都可以看到我每天的工作 每天的行程 每天开了什么会 每个人讲了什么话 逐字逐句大概都在网路上 所以这个是第一件事情 就是激进式的透明 当然因此我也不能接触 国家安全相关的机密 然后要这个演习的时候 我要请假一天 我还是不知道是恒山指挥所长什么样子 那第二件事情就是说 我可以在任何地方工作 就是远距远端的工作 那当然我办公室的同仁 也可以在任何地方工作 因为这样的关系 我们就可以减少很多 从台北看天下的问题 因为其实很多的同仁 他就是在台湾的各个地方 甚至世界上不同的地方 但我们就是透过网接网路 变成一个虚拟的办公室 那第三个更重要就是说 我是既不下命令 也不接受命令 就是一个无政府主义 就是anarchist的一个概念 就是说所有能够跟我合作的朋友们 都是出于资源 我绝对不会跑去找 这个国防部或陆委会 或者说你明天就要用我这一套 是不会发生的 反过来讲 如果任何时候 也不会找我们求救的话 那我们也是来者不拒 所以基本上就是任何时候 任何人他对于去 跟大家进行讨论 有想法 但是他有些恐惧的时候 那就会跑来找我们 那我们就是去规划 让他能够跟明天有所互信 然后培养 关心公共议题 但一方面又能够 省公务人员的能力 的人力这样子的情况 所以像财政部 去年5月来找我们求救的时候 就是因为有一个朋友 在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上面 提案说报税软体难用到爆炸 那这个也是事实 就是说用Mac跟Linux的朋友们 在去年是非常难报税 然后据说这个黄国昌委员 花了四个小时还没有报完税 因为他就有一个画面说请烧带 但是他就不会动了 因为被他那个弹出广告 那个阻挡器挡住 所以他坐在那边两个小时 那什么都没有发生 所以这个其实大家感觉相当不好 那所以在当时网络上面 可能80%的朋友们都是在说 什么财政部长下台啊 关帽厂商怎么样啊 那只有不到两成的朋友 还在弱弱的说 我用Windows报税很顺啊 但没有人理他们 所以这个时候它其实是一个 不只是公关上的危机 因为公关上的危机 你也许用某种方式讲过去 可这实际上真的是 他感觉不好 所以他没有什么别的办法 就是透过我们每个部会 现在都有了所谓的 开放政府联络人 就是从今年开始 就是一个行政院的要点 就是每个部会 除了跟国会联络 跟媒体联络之外 还要有一组人 专门就是跟这种 突然间冒出来 自行组织的 有诉求的人去联络 那所以像财政部的 开放政府联络人的leader 就是杨金亨 他当时就是不到四三十六小时 马上就回应 公开的回应 去说所有吵得最凶的朋友们 不是有糖吃 都到厨房 都邀到厨房来 一起做糖吃 所以吵得越凶 这个门票拿得越早 那大家来厨房做什么呢 其实就是大家一起贴便利贴 透过一个直播的方式 让大家都能够看到说 目前所碰到的 这个数位服务 到底哪里不好 那这个有个很重要 就是我们绝对不会 和谐掉大家的意见 所以有人说自曝多 那就是自曝多 有人说华丽到让人迷惘 那就是华丽到让人迷惘 那我们就透过这个服务设计的一个方法 去走过整个使用者的旅程 从收到宣导 到登陆 到报税等等 这个过程里面 而且呢 大家也许还记得 去年在报税结束的时候 会跳出一个财政部的一个吉祥舞 跟大家说 感谢你对国家的贡献 希望你的这个心情能够好一点 那但是呢 这个网络上的朋友就马上指出说 我想到要报税心情就不好 所以这个流程短一点就好 不要怎么让我心情好 这个心情不可能好 你越短就是越好 等等 所以简单来讲 就是我们不会去 这个自以为是 我们就是大家提什么意见 我们就是这样子贴上去 可是这样贴上有个好处 就是说动员呢 这个也没有什么用 你如果动员一千个人来 都说自曝多 那还是一张便利帖 这里他看的是多元性 这里看的并不是 所谓的人数数人头 或者所谓的代表性 那在我们这样子贴完之后 所有提出建设性意见的朋友 忽然间风向就逆转了 就有80%的朋友们 都非常的constructive 都提出很具体的建议 只有20%还在那边 若若说财政部长下台 但已经没有人理他们了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我觉得很重要 就是说我们把使用者 放在前面 但是使用者不只是 报税的民众而已 也包含我们的厂商 我们第一线五区国税局 做support的朋友 我们是把所有人 都放在这样子的工作 翻开了四次 去主点主点的 去把大家所有 那个负能量 就是难用到爆炸 那些批评指教 通通都转换成 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做好 建立一些共同的价值 建立一些solution that works for everyone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特别重要就是 所有人都在 同一张桌子上 不然在以前非常容易 就是说有政治动员 我就赶快签一些支票 那感觉上是可以省 比方说民众一小时的力气 可到最后 它是要用公务员 两小时的工作来换 然后然后大家都加班 都没有办法回家 那在这个情况 这是不永续的 这是不长久的 所以把所有人 都积在同一个桌子 就会确保说 我们收敛出来 最后的这个解决方案 它对所有人是都好的 所以从去年的 变成今年的这样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 当然不是只是变漂亮 砸钱大概都会变漂亮 而是它是这样省了钱 我们省了不少钱 然后用里面的一个零头 去办这些的工作方 所以这样子 同样的概念 我们现在从下个礼拜开始 我们也会用相同的流程 去做新一代的 健保凭证的规划 所以在我们join的平台 在下个礼拜开始 就会开始有 长达一个月的这个征询 那这个征询里面 大概大家不用紧张 我们不是马上 就要跳到结尾 我们跟一般的这个 做法是不一样的 我们在一开始 基本上只是 让大家把问题盘点出来 然后更了解 有哪一些具体的需求而已 所以这样子的想法 其实我们会一个一个 去把就是所有来找我们 说我们要做一个 很大的政策规划 可是我们并不知道 实际使用者 它的需求在哪里 在这个情况下 却让所有人的想象 能够凝聚 然后找到一些 共同的一些价值 所以我想这是 我在行政里面 主要的工作 就是确保说 每一个部会 在进行这样子的讨论的时候 它不会受到 本来的条条框框的限制 甚至一些地方的案子 像这个恒春的 这个案子的时候 就是任何时候 大家都可以去提 各种各样的solution 可是我们在讨论的是 实际它后面的这个困难 像当时为什么 有8000个人的联署 是因为恒春那边 如果出了什么 就是大的事情 中风啊 或脑神经的一些事情的话 他们离最近的一个大医院 就是高雄医院 据说有90分钟的车程 所以很多人在 后送的路上 就不治了 那所以他们当时的具体请求 就是内政部派几台 黑鹰直升机 来恒春机场 当作救护车来使用 那这样的话 据说可以减少 后送的时间 达十几到二十分钟 那当然这样子的想法呢 内政部是并不答应的 因为他们 第一个 他们没有多的黑鹰直升机 然后第二个 他们不是很确定说 这个中风病人上 黑鹰直升机 是最好的一个解决方案 所以他们会说 国防部旁边不是有军营吗 那国防部也说 没有那个 我们要撤了 是不是交通部 盖一条快一点的道路 这个后送时间就短一点 那交通部说 我们算过将会摧毁 这个路上的观光 这个床床记忆 我们还是卫福部 盖大一点的医院吧 然后那卫福部又说 我们有送到行政员吗 行政员也没有要告啊 我觉得还是这个 派黑鹰直升机比较快 那就是说 在以前这种情况下 就算是有强大的民意代表 就算是有立委官说等等 像这种互相 这个觉得别人 比较适合这个情况 通常就会一直绕一直绕 那但是我们在 就是刚刚讲的 开放政府联络人要点里面 有提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这个是观众政策 网络参与的一个概念 就是说 如果A觉得B是主办机关 B觉得C比较适合 C觉得D比较适合 D觉得A比较适合 那对不起啊 大家都进来 一个都跑不掉 这个就叫做 冰桶挑战条款 就是说 那时候 这个你说别人应该进来 那他就进来吧 可是你的责任也 没有跑掉 所有人一起去横穿 所以就是当时 就是真的 所有人一起去横穿 我们就经过了 这个五个多小时的讨论 跟在地的 所有这些相关的 这个利益关系人 一起来讨论 到底这个问题出在哪里 而且呢 我们是分成两个会场 一个就是专业者的讨论 然后他直播到 最大的那个大会厅 然后我在那个集会厅 去跟记者 去跟各种各样子 来澄清 或抗议的民众 去跟SNG车 去跟各种各样子 在地的这个民意 去进行讨论 那就像看世界杯足球赛一样 大家都想要看比赛 那我就有点像球评说 他现在秀这个简报 是什么意思 这样子 所以大家也不太会打断我 那如果大家有任何想法的话 就跟我讲 或者是用slider去留言 那在过程里面 就可以进入 在这里面的这个小会场 那这个小会场 基本上他就可以一直讨论 不会被外面的 呈抗啊 噪音啊 什么东西打扰 所以这个过程里面 很快地就凝聚到了一个共识 那这边我不会讲一些细节 但是我想最重要的事情是说 我们有非常多在 透过这个 医学中心支援计划 曾经支援过 恒春的朋友 他可能甚至已经出国了 但他很关心 就是透过直播 来看我们这个讨论节目 而且他透过slider 来告诉大家说 真正的问题 其实是在地的 这个医护的资源 跟在地的人民的 诸间互相信任的这个关系 你如果贸然地去做后送的话 其实这个信任的关系 他反而没有建立的一个基础 所以他觉得最适合 就是说 去增进他们在那边的 好比较连宿舍都没有的 这个状况 小孩教育的状况 所有这些实际的这些状况 所以后来 我们就是全部都盘点完之后 大家都同意说 这个才是最好的解决方案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就 因为我们每个礼拜五 就是都会开这样的会议嘛 现在是一个月开两次到三次 那开完之后 隔个礼拜一 我们就把它整理成一份 漂漂亮的书面稿 然后我就会到政务会议 去跟院长 然后跟其他政务委员去说 我们在上个礼拜五 有这样子的讨论 大家explore了所有可能解决方案 但大家到最后觉得说 还是把恒春旅游医院 把它扩建是比较好的 那所以当时是林圈院长 所以他听了之后 好像每两个礼拜 他就自己到了恒理医院 去看当时实际的一个情况 然后现在就是拨了3.3亿 然后也是还是回到内政部 不过这是营建署了 只有营建署要把这个医院 这个尽快可能两年之内 把它盖起来 那在这里面有一个 很重要的insight 是我们中嘉宾委员 透过视讯当时在台北 参与这个协作会议 给出来的 就是说他觉得这个医院先盖好 就算医护人还没有到位 你可以先让高雄的大医院的医师 先来这边去做实习 去做训练 到最后真的人命关天的时候 你是把医师飞过来 你不是把病人飞过去 因为病人飞过去 真的是有各种各样的complication 所以我想重点并不是说 这个解决方案是新的 这大概不是新的 大概已经被提出10年以上了 但是这是第一次 所有刚刚讲的这些利益关系 包含我们的乡民代表 这个乡民是满洲商 不是这个PTT上的乡民 就是到这个县议员 到这个党代表 到各方的政治势力 都逐一确认过说 这真的是对大家没有坏处 只有好处 所有的parator improvement 那这样子的概念 其实就是可以很快收敛到一个 院长就拍板说 好那我们就这样子做 事实上从头到尾花了 可能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所以这是我在行政里面 主要的功能 就是透过 好像是一个channel这样子 它是一个渠道 去让大家的各种各方 不同的这个意见 不会像海啸一样 把政府淹没 而是能够真的做出一些 水利发电的这个事情来 有16位朋友们想知道说 医疗服务跟区块链 要怎么样去做交集 医疗要如何运用区块链 我现在其实比较 比较常说分散式账本 我比较少讲区块链 那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 区块链它是一种实现 分散式账本的方法 但是呢 分散式账本 还比较最新的一些 像IOTA这些 它干脆就已经不是链了 它是什么别的形状 所以这就好像是说 搜寻引擎是搜寻引擎 Google是Google 但是现在我们讲Google 大概就是搜寻的意思 我想我没有要 一定要纠正大家的这个想法 但是就是说我还是用DOT 就是分散式账本 是我个人的习惯 那我们目前看到的 这一代的分散式账本 它基本上就是 一种很便宜的 让大家能够买到 accountability 能够买到责性的一个方法 那accountability 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说 在有各个不同的 多方利益关系 而谁都不一定要相信 谁的时候 它可以去证明说 你如果要篡改某些记录 你要花费非常大的成本 但是你要设立这些记录 以前可能要去请 四大会计事务所 可能要去请 很这个跨国的 集合团队等等 但是现在你只要 运用分散式账本 你就可以reasonably sure 中间是没有人能够篡改的 所以像这是一个例子 这是一家社会企业 它叫做Dodok 那它也是一个群众募资平台 但是它处理很多跨国的 善款等等这些工作 那些工作 它就是使用了以太坊 这样一个分散式账本 去确保说任何人 他当写入的时候 都可以让所有其他人看到 这个捐款的流向 它现在到了哪里怎么样 那它并不是当作 加密货币使用 这里面的还是新台币 还是当地的货币 但它可以make sure说 它在钱再转每一手的时候 即使这个网站当掉了 任何人都还是可以 从以太坊这个 分散式账本上面 去重建这样子账本上面的 一个记录 而且更重要的就是说 这个站长 它没有办法事后篡改 这样子的一件事情 所以这就是很便宜地 买到了一些责心 那大部分的这个研究 都告诉我们说 在特别是在捐款 这样的行为 对公益有关的行为的时候 如果没有责心的时候 跟有责心的时候 那个捐款人 以及参与者的感觉 是不一样的 如果你是捐款 或者一个参与者 而在有责心的时候 你更容易愿意投入 更多的钱 更多的力气 更多的时间 但是在没有 accountability的时候 其实呢 大家都是可能会缩到 可能不到十分之一的 这个投入的程度 所以我想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现在这一代的 分散式账本技术 最适合的就是 有各个不同的利益关系方 大家都想要证明 某件事情发生了 谁也不愿意去当那个 就是承担全部的成本的 那样子一个地位 那这个过程里面 你可以放一份你的记录 到这个分散式账本上面 那再举另外一个例子来讲 就是我们现在在民间 有很多朋友们 有一个叫做 不好意思 叫做G0V 这个临时公务观测网 那G0V 它是这样子一个概念 就是说任何时候 政府有一个 好比方说 GOV.台湾的一个服务 那这个服务呢 如果大家觉得不够好 或做得不够友善 或怎么样 那以前都是骂政府啊 那但是现在呢 我们也可以自己进个厨房 所以不管你看到什么网站 或者服务做得不够好 那你就自己去做一个 什么点G0V.TW 立法院 LYGOV台湾不够好 就做一个LYG0VTW 那他做的事情 就是所谓Forking the Government 有一样的这个内容 但是呢 他是更亲民的 而且是大家更能够参与的 所以环保署也不例外 大家都很在意空气品质 所以环保署虽然 接下来三年理论上 会布这个成千上万个点 可是只要离你最近的点 还离你有一段距离 它就还是不是 你每天的生活的这个过程 所以就是有很多朋友们 就是在民间 用这个比较便宜的侦测器 去做出这样子一个 两千多个点的 这样一个侦测的一个网络 然后就是所谓的LASS这个社群 那这个社群 它的视觉化叫做 过去领域临时公共观测网 那像这样子的东西 其实在台湾是非常非常难能可贵的 我们在亚洲 任何其他做社会创新的领域 我们去分享的时候 很多西亚国家都告诉我们说 在他们的地方 不要到说到两千个点了 到二十个点就被查水表 到两百个点就被请去喝茶了 它基本上是不太可能 至于发展到两千个点 为什么 因为这真的是威胁到 威胁到中央政府的这个责心 就是环保署的数字 跟这个数字 这个你有参与 环保署你没有参与 你要相信谁 你当然相信你有参与的 所以这个时候 它其实对中央政府的legitimacy 对这个正当性造成了威胁 这是为什么 大概只有亚洲 真的只有在台湾 这种东西才发展的比较快 那为什么台湾可以呢 除了我们有绝对的言论自由 跟集会自由之外 最重要就是说 台湾政府对于这样子的创新 是抱持着一个打不过 就加入的这样一个心情 所以就是说 当我们发现 民间有这样子的情况的时候 我们就会deploy 像分散式账本 分散式账本 在这里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技术 我们不希望到了选举前一天 忽然有人回去篡改之前的数据 那样子就就就这个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们就是确保说 我们都是存放到一个 大家不能够篡改的地方 让大家都有一个责心 而且不只是民间自己搜集的 也包含环保署 自己做的气象局的空气品质 或者是水资源 水品质 地震相关 灾防 反正跟各自无关的东西 我们大概都是用这样子的方式 确保各方都能够同意 这个data的integrity 就是这个资料 它本身的这个整全的程度 而且我们是全部都把它 集中在国网中心 那国网中心 当然水利署啊 或各个这个环保署 还是有自己的一份copy 但是呢 国网中心就一次把所有的evidence 都放在同样的一个机房 那这样的好处就是说 民间的各种不同的老师 在以前open data推动的时候 可能他下载三个 做了一个预测 他下载五个 做了一个预测 他比较准 可是我们永远不知道是 他的model比较好 他two face flow算的比较厉害 还是他的资料用的 就是这个fragment刚好 这个他碰巧碰对了 那现在如果大家是用同样的资料 作为基础的话 我们才真的可以做科学 才可以真的做 evidence based discussion 所以同样的 分散市场们在这边 就是一个去取得大家 对这样子的evidence的 一个accountability的一个想法 那当然这样的想法 另外一个好处就是 我们不用去签什么 国对国的这个合作协定啊 大家只要一看到这种 open source的innovation 哎 真的很不错 那其实全世界都开始采用 这样子一套系统 所以这个是 我们现在有个新的词 叫做暖实力外交 就是说我们是具体解决 我们自己的社会问题 但这个解决方法 是可以帮人家送暖 就是大家觉得 哎 台湾好棒 这个解决自己问题 之后开放出来 然后呢也让我们能够 在地设一个社会企业 设一个NGO 设一个CSO 然后去把这样子的东西realize 所以这个就变成 我们在尤其是 永远去发展的 这个体系里面 去跟国外谈判 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台湾在解决社会问题的过程里面 我们不是只是运用AI 或运用分析商本来解决问题 我们也确保 它是实际整个社会都看到说 这个问题这样解决真的是对的 那这样的话 台湾出品之后 还比较说最近总统被黑客松 就是台湾自来水公司 把他的这个水流量 水压计的资料 把它这个开放出来 在这个过程里面 他就让民间的这个分析师 运用机器学习去找到漏水点 那这样子一解决了之后 现在他们就在 下个月就要去纽西兰了 就去帮牛西兰解决 他们新碰到的缺水的问题 他们本来不缺水的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所有这些东西 它放在翻新式账本里面的 最主要的好处 就是全世界都可以看得到说 这些创新真的在发生 而且我们并不是吹牛 是真的存在这样子的资料 而且它是没有办法 那么容易事后去篡改的 那有14位朋友们想要知道说 社会创新跟法规冲突是如何解决 以台湾立委诸公的智慧 是不是有办法完成 这位朋友对立法院 有着相当健康的不信任 所以OK好 那就是我这边想要强调 刚刚那个沙盒的概念 那个沙盒概念基本上就是 立法院自己也承认说 对于这些新冒出来的东西 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去立法规范 一些我们根本没有经验的东西 就是任何人贵自知嘛 就是说我们如果自己承认说 我们没看过的东西 我们没办法管 这个时候才会有像刚刚讲的 Sandbox那样子的概念的出现 简单来讲就是 我们在台湾的某个角落 我们先让它出现嘛 先试试看嘛 先试个六个月十二个月 然后呢 这个过程你可以挑战任何相关的法规 不过这个时候每次法务部都会附身在我身上 要讲一段业配 就是说你不能实验六个月洗钱会发生什么事情 也不能实验十二个月资助给恐怖分子 看看会发生什么事情 因为我们很清楚会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有些红线洗钱资孔什么不能碰 除了这些之外 It's all fair game 就是就算是地方政府的自治条例 所有这些东西 只要你觉得它对社会有可能有好处 你就可以在Sandbox里面去challenge它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它无宁是说 立法委员自己也发现到说 所有这些emergent的东西 我们是用一个新的概念 它不是government 它是governance 就是说它不是政府 而是治理 那这个治理体系是靠着 大家都有相同的第一手经验来进行讨论 所以不管是金融杀和AI Mobility 我们在下个会期 也是很优先的一个叫数位通讯传播法 对于新兴的像这个OTT 或者是一些平台服务资讯的提供者 Uber Airbnb 所有这些东西 整个政府就是站在一个让创新发生 但这个创新要克予它资讯揭露的义务 这个资讯揭露之后 所有的人一直看着evidence 来决定这是不是一件好事 它还是可以有治外法全个六个月十二个月 但是终归到最后 如果大家觉得是一件好事的话 那我们就把它纳入进来 变成预告之后 就有新的法规去出现了 所以也可以说我们就是在群众外包 我们新的法规面临跟新的法律系统 那这样子一种想法 其实在亚洲是相当相当新 那尤其我们是成文法国家 这个是成法国家里面第一个 用这样子的方式去做创新的 所以我们就是还在improve 像金融插合就有很多人说 你要同一个就是金管会 同时去当监管单位跟鼓励创新单位 是不是有一些这个非常依靠这个主委 我们目前这位主委是很棒啊 但是你要换一个主委的话 他这个单位同时监管跟创新真的行吗 所以像我们这个未来也许会消 但是我们现在在i-mobile里面 就是经济部收单 然后交通部跟科技部去做supporting role 所以我们还是在调整这个体系 但是这个方向是不会改变的 就是我们会让法规的创新 从民间先来发生 有些朋友们问说张基是不是可以办一个纯医疗的 而且我有一个model想要给大家参考 就是我们的总统卑社会创新黑客松 总统卑社创黑客松里面 其实有最后这个五个卓越团队 其实有相当多跟医疗有关的 好比像说这个救急救难一站同 就是他们去检讨这个高雄刺义报之后 在当时这个因为重复登达 因为救护车没有同步 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 他们没有用一个共同的这个API的一个协定 所以就导致这个时程上面有delay的情况 他们现在就是运用过机商fire的这个协定 FHIR去做这样子及时的资讯同步 来解决这个问题 又或者临时插队 这个对面取得非常的好 他解决的事情就是离岛的后送 就像刚刚讲了恒春也就是本岛中的离岛 每次想要判断后送的时候 他有没有可能让在地的朋友们 大医院的朋友们 然后装转那个中心的朋友们 及时的去做三方的对话 而且也让就是病患跟家属能够看到说 他所这个讨论的这个过程里面 三方的资讯是有同步的 那原因就是说 不管他最后是要后送还是不要后送 就像刚刚那个新制图上面所秀的 我们是希望大家对于在地的卫生所 跟医疗人员的这个信任 是每一次这样子的判断之后更加就是加强 而不是说好像每一次之后 他就越来越不信任 所以这个临时插队做的就是这样子的转诊 当然他们做到一半的时候 我们远距通讯医疗办法就通过了 所以这个解决就不是只解决偏向离岛 而是说任何就是适用于远距医疗的部分 他们也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去解决这样子的问题 那当然还有很多这个法福啊 法福他做的是说就是他们有很多这个服务点 但是这些服务点呢 法律辅助的服务点呢 他看起来好像是均匀的cover了 他们所这个服务的这个对象 但是呢是用大众运速去算的 甚至是用地图上的半径去算的 所以那么他就将求大家去用相同的资料 但是是用步行或公共交通工具的这个概念 然后再去配上这个可能60岁以上的朋友 比较会搭公共运速的朋友们的这个人口分布 忽然就发现他们本来以为 服务很周到的地区完全不是这样子 所以他们会重新规划他们的动线跟服务点 所以所有这些概念 它都不是一次黑客总能够办成的 它是一开始我们就是有点像海选一样 我们去征求大概到最后 有一百多个各种各样不同的队伍 那它是可以从公部门可以从私部门 而且我们特别鼓励就是公部门私部门跟社会部门 三个部门互相组队 那所以我们这边特别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 就是说有很多公部门看起来就是某个科长 他在抽屉里面已经放了两三年的某个案子 可能他没有这个经费 可能他跨部门沟通有问题 可能资料掉不到 可能有法规的问题 但总之呢 他就没有这个真的提上来让我们看到 那像有总统被黑客总 就是一个开外挂的一个方式 他要提出来 然后请他的民间的好朋友 可能天下杂志啊 或什么东西帮他提 那提了之后 他说这个本机关配合办理 那事实上都是他写的 那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就达成了三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目标 第一个我们让第一线的公务人员 可以看到说 这可以节省他的心力跟他的物力 因为外面这个解决的解决方案 他可以帮助他工作更有效率 早一点下班了 那第二个对于科长这个层级 这可以减低他的风险 因为以前这个枪塔出头鸟嘛 他知道他掌握不会有proved的东西 他可以从这个外面去提出来 然后外挂一回来 我们配合办理 这个减低他的风险 那第三个他的credit 他可以真的有share这个credit 以前都是部长啊 政委啊 剪彩啊 全部都收割去 但是像现在的这个情况下 如果失败了 这个风险是我 或者是总统府去扛 但是呢 如果他成功了 这个credit就是这个队员 我们会颁这个奖杯给他 那事实上我们也只有奖杯 他是没有奖金的 那他最大的这个reward 就是说这五个卓越团队 每年当然我们希望更多一些团队 他的reward就是说 他就会进入公共服务 他变成明年我们的预算的一部分 所以这件事情 就是我们有系统的去把 大家想象公共服务 怎么样可以更好 去进行一个组 对 那这个就不是一次的 两天的那种黑客送 他就是先提案 然后呢 把这个提案进行一个筛选之后公布 公布之后呢 个人去参赛 参赛报名完之后 我们就组队 组队之后呢 我们实际上是连续办三次 不同的工作方 你可以把它看作一系列的 先有线上每合 再实体见面 然后办三次黑客送 然后最后再做一个复选的 一个三个月的 就是连串的黑客送 那我们的经验里面是 这样子的话 最重要是这个长期累积的 这个革命情感 就是到最后 不管他有得奖或没有得奖 大家都忽然发现说 我在想一些事情的时候 我可以不用自己闭门造局 我可以开门造局 所以就是如果有什么想法的话 欢迎参考我们总统 黑客送的办法 这个可以整批拿去用 有17位朋友们想知道说 哪件事情是我觉得政府 进入政府之后 做的最有意义的事情 然后以及为什么 非常好的一个问题 其实我在进入政府之后 我这边其实有 我在进入政府之前 我有写一首诗 就是一个player 算是一个祈祷文 那他就是outline说 我进政府想要做的一件事情 那他想要做一件事情 其实简单来讲 就是去改变我们 看待技术的一个方式 所以我现在先把我这个导文念一次 然后再跟大家分享说 这个导文 我现在觉得它发挥了 怎么样的意义 这个导文是英文的 我就是英文念 那这个导文 那这个导文 大概简单的讲法就是说 重点是 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 好比像说人工智慧 跟刚刚讲的群众智慧 我们怎么样是 协同演化的这样一个概念 一起演化的概念 而不是说 好像谁要取代谁的工作 谁要去 谁跟谁中间 一定是一个零和的 竞争的一个关系 在这个中间我们也不是VR 然后大家就各自 关到各自的世界里面 而是透过VR 能够更具体的看到 在各种不同的 多元的处域的状态下的朋友们 那同样的道理 就是说当我们看到IoT的时候 重点是 不只是它怎么样子 把东西连在一起 而是各种不同 关心环境的 关心社会状态的 关心地震 防救灾 所有这些朋友们 怎么这些人 这些beings 这些灵魂 怎么样透过这样子的 网络彼此连在一起 就是彼此之间更信任 那可能更重要就是说 当大家听到Singularity 就好像技术 就是往某个方向冲 这个大家都要 这个一定要跟上 我们大家可能要想到的 现在的概念 其实比较是说 不是大家 这个在同一个赛跑上面 这个预备器就开始赛跑 而是说 可能一鸣枪 大家都跑向自己 不同的方向 所以大家都赢在起跑点上 就是大家并没有 这个竞争的关系 而是各自去探索 各种不同的可能性 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 再去看 大家怎么样联合 怎么样结合在一起 并不是说 好像只有一个技术发展 一个必然的轨道 然后你一定要跟上 然后不跟上 就上不了车了 并不是这样子 所以这个就是 最重要的就是 Plurality的这样一个精神 所以我觉得最有意义的 反而不是我们做了什么 而是我们打定主意 不做什么 那我自己这个 最有感的啦 那这个跟数位创新 也有一点关系 就是在当时 我入阁还没有多久 还不到半年的时候 那民间有一股 这个很强的这个声音 希望这个行政院 去管理网络争议讯息 那也是因为这个当时 我是绝对不用 Fake News这个字 因为就是假新闻 你不知道它是新闻 但是它内容不实 还是它不是新闻 它假冒成新闻 或者是我们台北市长 柯文哲说 这个新闻 它的标题跟内容不符 也是假新闻 就是说每个人看到 这三个字有种不同的想象 那我们都是说 不识讯息 或者是争议讯息 所以我觉得最有意义的是说 当时我们在内阁里面 经过这个激烈的辩论 跟讨论之后 我们最后坚守住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底线 就是我们绝对不会 把网络上的行为 看作跟实体世界的行为 不一样 而特别针对网络行为 去做控管性的立法 或者修法 就算全世界都在 往这个方向倒退 在那个时候 我们也不会往这个方向倒退 我们保守住 这个我们的言论自由 然后保守住 我们对言论自由的看法 我们对公民社会的看法 那果不其然 到了今年 这个第一波 那个倒退的 像德国之类的 忽然之间 欧盟都这个 比较谴责他们 他们现在又修正回来 就是大家都发现到说 确实 网络跟实体世界 并不是两个不同的世界 如果你在实体世界是诽谤的 到网络上做同样的事 当然还是诽谤 如果你到实体世界是哪个大声 公众恐吓 那到网络上就还是公众恐吓 他不会因为他在网络上发生 所以就不一样 所以我们不应该因为网络上做了什么事情 所以说特别的去惩罚他 那因为我们坚守住了这样子一个价值 所以现在在台湾就有各种各样子的公民团体出现 他们自己开始自发的去做第三方的协力的事实查核 然后业者呢也开始出现 就是跟他们实际这个co-work的这个状况 我就只举一个例子 在台湾有一个也是做机器学习的相关的团队 做出来一个专案 也是G0V的一个专案 叫做co-facts 就是叫做真的假的 那这个真的假的呢 它就是一个line的一个bot 那它解决的就是最难的一个问题 就是根本搜寻已经找不到 就是在line上面流传的那一些谣言 所以如果你把这个line的这个bot 就是真的假的加成朋友的话 任何人都可以去传一个讯息给他 然后问说这个机器人说 这真的假的 但是呢在后面呢 就是co-facts这个系统 它会具体的去把这样子的 所有的这个谣言的列表 用一个群众外包的方式 非常透明的 公布在网络上 任何人都可以去独立的去做一个查证 所以这个查证的过程呢 就是大家都可以看到 而且是有accountability的 所以就像垃圾性一样 如果你信箱收到垃圾性 你回报这是垃圾性 也足够多人回报 然后它一个signature之后 所有其他的人都比较不会受到 这个垃圾性的干扰 所以我们就像当年大家都觉得 垃圾性要把网络淹没了 但是事实上 你在每一个点 都有自主的自立的这个团队 加在一起 让寄垃圾性的人 他的付出超过他的预期回收的时候 忽然之间垃圾性就变成 不太是一个问题 所以我们在网络谣言上 大概也是去持守 这样子一个五圈一叉的一个概念 那我也觉得很proud 就是说我们也是亚洲第一个 我们把就是 公民的媒体资讯素养 把批判式的思考 把media literacy 跟ICT的素养 加到国民教育的课程纲领里面 所以在明年的时候 上路的时候 这并不是说上一两个小时的 通识课那样的想法 而是在教任何学们的时候 老师就跟学生一起去看 网络上面的资料 一起去做事实查证 一起就是升教 让大家看到说 并不是什么东西 用正确的字体印 它就是标准答案 并不是什么事情 这个挂上胡适的照片 就是胡适讲的 就是说这种媒体试图的 最基本的这个想法 是老师自己要放下 作为那个知识的权威的角色 而是变成跟学生 一起学习的一个角色 那media literacy 他们不能教 但他可以一起学 所以这样子一个 一起学的概念 同样的 我们也是希望在 下一代的这个资讯教育里面 我们就放入这样的想法 让大家对这种心灵的流感 都更有抵抗力 所以我想我这样子的想法 就是说 我觉得最有意义的 并不是我做了什么 而是说我们持守住了哪些价值 让哪些事情得以发生 这些事情 恰好就是如果公部门做 如果我们现在就是说 你就是不能在网络上散播谣言 那刚刚讲的这种 自主的查身的机制 反而他都必须要在地下做 他都没有办法公开做 那这样的话 对于公民社会的赔利 是没有帮助的 所以大概这样子回答 有17位朋友们想要知道说 我建议医院 可以从哪一个面向 尝试创新 非常好的一个问题 我自己就是对于任何innovation 其实这个是 不管谁来问我 大概都是一样的一个答案 就是说 为什么我们在 social innovation的这个plan里面 特别分成之六个 各种不同这个部会 都要进来 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协办单位 都是非常非常多 而且是这个顺序 主要的想法就是说 我们希望说 当有一个新的概念出现的时候 它是在一个大家都看得到 大家都可以学得到的 这个地方去发生 那像刚才Stanman也特别强调到说 他希望这个第一波的这个创新 它是所谓的open source open source就是说 大家看到这样子创新的方式 它的治理 它的这个创造的这个团队 任何人都可以加入 然后任何人都可以觉得 我发展方向不太对 他赶快改到另外一个方向 任何人都可以去fork 所以不只是说 我们在著作权或智慧财产权权上面 一开始是采取一个 大家都可以取得公平的授权的态度 而且也包含这个project的控制权 我愿意放给每一个学生 每一个朋友 都往不同的方向去带 那这才是真正的社会创新 所以最重要我们现在的概念就是 我们透过教育部现有的很多计划 像高教生跟像这个大学社会责任 像这个U-START等等的这些计划 里面本来就刻意 学校以一个说 当一个创新发生 它要结合它在地社区的需要 以及具体的去解决在地社区的问题 这样一个想法 再加上明年这个课发会 就是这个通过 希望了 课程会 如期通过这个课纲之后 那同样的即使是高中阶段 它的学校的课发会 也必须要结合在地的 以前是第八节课 或者社团 或者是别的课的东西 它现在也要变成 这个学校的特色课程 不管校定必修 校定选修 那它的source 也必须要是 大家一起来解决社会的问题 所以我第一个具体的建议就是 希望大家可以想一想说 你怎么engage 现在是18岁到可能20几岁的朋友 那在以后可能是15岁到18岁的朋友 在以后可能是更小的朋友 因为这些朋友们 当他在进行创新的时候 第一个他最没有preconception 他最不受就是本来的东西影响 以及第二个 当这个创新发生的时候 现在年轻人组织动员能力 是非常非常强的 他就可以把 确保说你这个想法 马上就可以扩散 然后所有人都可以知道 为什么我会 那么强要这件事 就是因为我们自己在PEDIS里面 试各种创新的想法的时候 像很多人说 这个政府的网站很难用 手机还要横向卷动 还要怎么样 我们的解决方式就是 真的找一群18 9岁的朋友们 那可能三四十个人 然后去把政府的每一个网站 都看过一次 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就发现说 我们能够想到 跟他们想到的是完全不一样 他们能够想到可能是十倍于我们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就发现说 当我们把政府的508个中央政府的网站 让他们全部都看过一轮之后 他们能够提出来的具体建议 事实上不是只是找麻烦 或者找问题而已 而是里面有很多会设计的 会使用者体验的 有各种各样子专业的这个朋友们 他直接就改了 他就说你这一行改成这样子 这一行改成这样子 但他的体验就会忽然间好很多 那从部会的角度来看 每一个部会 因为这是碰到每一个部会 都发现说 这些年轻朋友 他不是来找茶 他带着礼物来的 就是说他的一些具体建议 我们只要用厂商改个两三行 忽然之间就焕然一新 所以这个很有效地拉近了 年轻人跟这些部会的距离 而且也有很多年轻朋友说 我以前都不知道 政府有提供这么多的服务 那现在我就会让我的同学知道 他的同学可能就会 推荐相关的地方机关 也用这样子的方式 进行开放式的创新 所以我们把这个叫做RE 就是Rescue Action by Youth 就是青年救救商一代 这样子一个概念 这个不要让上一代 这个输在这个跑道上 对 那所以像这样子的这个概念 其实也是我很喜欢的 Leonard Cohen的一句话 就是There's a crack in everything That's how the light gets in 就是万事万物都有缺口 但没有关系 缺口就是光的入口 就是说如果不是我们有那么多 做得那么烂的网站跟服务的话 我们也没有机会认识 这么多青年朋友 那这些青年朋友 也没有一个借口来认识彼此 然后甚至变成他在地的组织者 然后组织大家 来做更好的版本 所以我想这重点是说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吗 他们想要把这个政府网站 弄得更好 这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那这个开心的事情 就是赋予他们这个组织者的力量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这一次的社会创新行动方案 有别于之前冯彦老师的时候的 社会企业行动方案 我们特别强调就是 在年轻朋友这边的价值培育 然后以及跟国际所有 包含Impact Investing 这个Venture Philanthropy 所有这些国际组织的这些连结 那这两个部分是新的 那本来的部分 我们就是运用一种 需求反应式的方法 去对它进行调整 大概这样 还有20分钟 为何台湾不能够推动线上支付 台湾推动线上支付还蛮厉害的 我们现在的状况是这样 其实线上支付大概分为两种 一种是所谓的电子支付 广义来讲 你不是用现金的 那就是电子支付 感应式信用卡 悠游卡 e卡通等等 它还是会需要连线到主机 最后去进行电子发票 电子收据等等这些东西 但是这位朋友在讲的 很可能是行动支付 就是使用载具的支付 那载具的支付 当然跟电子支付是不一样的 载具就像我手上这个手表 我现在去 全家便利商店之类 我就只要按两下这边 它就冒出一张信用卡 我感应一下 忽然间就付好钱了 那真的是非常的方便 但是如果还要我掏手机出来的话 我就宁可用悠悠卡 因为就手机比较重 而且也比较不方便 所以我的意思是 在台湾 我们每一次的创新 它是要解决的社会问题 比上一代的这个技术 能够解决的问题多 我们才会去使用 那为什么在这个 大家常常举一些大陆 好比说非洲大陆 那个就是这个行动支付 有些国家非常非常多的穿透率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像非洲大陆 他们就是伪超猖獗 然后可能上一波的电子支付 它就是没有那个infrastructure 提款机也没有几家 所以他们就发现说 唯一有contability的金融条件 就真的只有手机 然后跟QR code 跟简讯 这样子的一个infrastructure 所以他们一下子就导入了行动支付 那目前胜过所有其他大陆 包含这个就是亚洲啊 或者是澳洲啊等等其他大陆 可是我们没有办法看着非洲大陆 这个行动支付率那么高 然后我们就说 好我们从明天开始 便利商店不准装提款机 从明天开始不抓伪超 从明天开始停止发游游卡 我们只要这样子做了 当然两个月之内 行动支付率就爆表 可是大家的体验都会比较差 所以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point 就是说创新是要解决社会问题 创新不是这个就是重KPI 我们如果量的是 很容易量的KPI 砸钱就有的KPI的话 很多时候是把社会往回啦 他没有办法把社会往前面啦 所以像我们这次在健保卡重新想象 也是同样的想法 就是说大家对于健保卡进入行动载局 然后进入手表 大家都是持着一种 这不错啊 但是我本来那张实体卡 我还是想要存在 但是这个地方 也许它可以变成远距视讯领药 它可以变成授权这个 就是行动不变的朋友 授权别人去帮他做一些事情 那这个授权也许还有不同的分级授权 甚至还有朋友提出说 那我们过两三年等科技更进步了 你放在一张健保卡上面也许就是电子纸 也许有Display 也许你还是可以滑动 就是说你可以把很多像手机的现在的功能 做到那张卡里啊等等 就是说我们如果现在不急着做决定 不是说我们一个月之后两个月之后就要发卡 我们先去收集大家想象跟意见 就会知道说 大家对于现在健保卡的这个概念 当然有一个大家切身之痛 就是读卡写卡的这个时间秒数过久 那这个是大家都同意的 但是除了这个词外 大家在使用的时候觉得它不方便的地方 可能不是只是它是多一张卡而已 还有很多很多别的事情 所以我们就透过这种发散在收敛 发散在收敛方法 去把大家identify出来的实际的社会问题 发现之后 如果有一些真的可以用极其学习 我们就用极其学习解决 有些用分散式账本 我们就用分散式账本解决 有些可以用电子纸 也许我们未来用电子纸 或者可能是这个显示来解决 但是并不是一开始我们听厂商的 然后我们就说一定要导入这三个东西 我们是反过来先发现社会的需求 然后再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在推行动支付的时候也是一样 就是我们想要找到的是说 有哪些事情本来没有那么方便的 现在变得比较方便了 像智慧手表跟接下来智慧戒指 那这个就是相当方便 至少对我来讲相当方便 但在以前呢 也是因为政府的法令把它挡住了 就是说那个感应器一定要感应三公分之内 那这样我手表就这样贴上去 那所以现在就是只要有厂商一讲出 这个社会创新对大家都好 可是我们就是被法令挡住 我们就赶快把它修正 现在变成十公分了 所以我要讲的是说 重点还是在大家愿意告诉我们说 大家被我们什么东西挡住 那我们再透过这种 多方便利益关系人的机制 去确保说 把这个东西进行修正之后 真的对大家都好 我们就会立刻的去进行修正 事实上目前两个主要的平台 就是国发会的law.ndc的那个平台 就是平台经济法规调试 新传法规调试的平台 跟中期初的sandbox.org 这两个平台 一个是你已经知道 你要挑战哪几条法规 国发会帮你去挑战 那第二个是你还不知道 你会被哪些法规绑住 那中期初帮你去找出 是哪些法规帮你绑住 这两个平台 目前他们都是 我们这个政府史上第一次 是我们的KPI是 每个礼拜帮大家松绑了哪些法规 废止了哪些函事 本来个案这个不当套用到通案 我们到底废止了哪些东西 这种全新的法解释学 今年才正式变成我们的KPI 所以那通语体系有个好处 就是你把KPI定对了 他们就往正确的方向走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就看到非常多 之前悬而未决 可能十几年以上的东西 我们透过这样新的法规调试的方式 一个一个帮大家去松绑 但是我们并不是掐着大家说 澳大一定要退行动支付 而是说大家怎么样 要生活状况变得更好 然后我们凝聚了 共识之后我们来这个处理 有没有说很多人担心台湾 觉得台湾越来越没有竞争力 与大陆一比就忧心忡忡 您觉得呢 这边大陆应该不是非洲大陆 应该讲的是中国大陆 还是大家跟澳洲大陆比 也忧心忡忡 还是跟美洲大陆呢 就是说我们明明是一个岛 我们干嘛去跟大陆比 这个蛮奇怪的 这是一件事情 然后另外一件事情是说 根本是在跑向不同的方向 而且尤其在人权上 是跑向相反的方向 所以你要说这个 我往这边跑 他往相反方向 我们比哪个跑得快 这个怎么想都没有意义 这一件事情 所以我觉得有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point在这边 就是说你不要去跟 跑在跟你不同跑道的人比 因为那样子 就你永远追不上他 就不一样的跑道 反过来讲他也不要来跟你比 他也追不上你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现在的创新模式 很明显就是不一样 那在PRC在北京方面 他们能够做的就是 框出一大块 我们刚刚讲的什么 不同多方利益关系人 彼此讨论 共识 没有这些东西 他就挑一个 就是要长这个 其他人就不敢走 他就是能够用这种 非常他不当的方式 去做创新 你说这样子 违反人权什么 他好好的 所以就是说 这样子做出来的东西 就好像有一些 不ethical的人体实验 做出来的科学结果 你说我们科学家 用不用用 但是我们这边 就不会做这些事情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反过来讲 我们这边 像刚刚讲的空气盒子 像刚刚讲的 各种各样子的社会 大家聚集不同利益关系 方做到的创新 他一开始就需要 公民团体 集结到2000人 在北京就不可能发生 虽然北京空气问题 显然比我们还要严重 但是我们这样子 做出来的model two-faced flow 这些东西 他们不用我们 他们也用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创新的果实 也许是可以交换 可以去使用的 但是创新的模式 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我觉得 既然模式 已经很明显不一样 那大家也 大概不太可能 在台湾忽然间 什么这个推翻 现在政府 出现第三共和 然后完全照抄PRC的模式 大概就不可能嘛 所以反过来 大概也不太容易嘛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既然创新模式 已经不同了 那我们就是 挑我们适合的题目 SDG就是我们 非常适合的题目 SDG17有起 因为在台湾 每个vertical都有 那像在亚洲很多别的国家 他可能专门发展金融 可是里面环境农业的部分 他就要跟邻国去进行谈判 那反过来 在这个环境治理 在社会治理也是一样 那在台湾 每个部分 也许当然都不一定是 所谓的世界顶尖 但是在医疗 是世界顶尖 或者是说 在刚刚SDG17的 这种资料的这个治理上面 或者是我们刚刚讲的 这种共识形成的技术上面 民主的技术上面 世界顶尖 我们有事没事就派访团 我们之前才去纽约 教美国人怎么做民主 然后我们办公室 这个月就派两个人 去英国 教英国人怎么做民主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是这个部分 我们真的是world leading 那这个部分PRC 有可能来做吗 大概就不太可能 所以我们挑 我们能做的题目 我们的创新模式 能够支持的东西 我们做出来的东西 如果北京方面 或上海方面 或什么方面 想要用 那当然我们open innovation 非常欢迎 那反过来讲 他们一些创新模式 我们没有办法照抄 我觉得是不用硬去照抄 有18个人 想要知道 为什么不管任何问题 都可以及时呈现 相关资料跟投影片 没有啊 像这个问题 我就找不到投影片 对 没有 其实这个 后面其实是有一些原因 就是说每一个 我回答不出来的问题 我在回去之后 我都会去跟我的同事讨论 讨论之后 我们就会做一个网站 或者是做一张投影片 来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我是比较像一个 会走路的问答集 这样子的概念 就是说 大家只要提出真的 我没有听过的问题 像之前有位朋友 这个提出 开放政府联络人 到底在做什么事情 能不能用 一句话把它讲清楚 我就回去发现 没有办法 那这样子我们现在 这个我们回去办公室之后 大家就架了一个 po.pds.tw的这样一个网站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一句话 去解释这件事 而且我们还画了一个漫画 来做这件事情 还换漫画的人 因为是用日文想事情 所以第一版还是日文的 不过 现在已经翻成台文跟中文了 然后 那但是就是 我们有非常多 这种一站式网站 那因为我们跟外交部 国祖司 最近就是合作了很多 所以像 如果大家对于台湾的 AI政策 有什么看法的话 它全部都在 ai.taiwan.gov.tw 那如果大家对这个 台湾的生意方案 有什么这个看法的话 就可以在 bio.taiwan.gov.tw 那但是 有一个很好笑 就是说 那一材的朋友们 就出来说 不对啊 一材不在bio里面 对不对 那所以 同样的网站 你也可以输入 biomed.taiwan.gov.tw 就是 这个 我觉得网路是无限大的 所以这个 任何 想要怎么样子 叫什么名字 就叫什么名字 那同样 我们的 DigiPlus的方案 也是叫 digi.taiwan.gov.tw 等等 所以 我们在所有的这种 以前 大家会觉得说 政府网站 一定有一种 很特殊的美学 那我们现在在这些 这个年轻朋友的协助之下 我们基本上就是用一种 完全不同的想法 去做网站的规划 前来讲 任何人问说 亚洲的一系骨到底在做什么 新农业在做什么 我们的能源政策在做什么 我们biomedical industry在做什么 我们大概就是有这种 一站式的 你用手机打开之后 缓个五六秒钟 他大概就可以把它讲清楚 的这样一件事情发生 那如果 大家问的问题 我发现 真的没有这样子的网址的话 我回去就会跟郭祖师聊一下 然后我们就会多一个网站 来讲这件事情 所以大概就是 及时的去 这就叫做问责 就是accountability 是个人问 那我就是所谓的当责 就是说 我觉得这个应当回答 那接下来我就节省大家的时间 我就是有一个专门的网站 或者投影片 专门来回答这个问题 好 那有事物朋友们想要知道说 请问如何引领同侪伙伴 跟我一起去进行创新 也非常好的问题 我自己的经验是这样子 就最重要的就是食物 没有什么更重要的事情 我们在这个 就是吃的了 我们在这个社会创新实验中心 就是大家刚刚之前看到这样子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很妙 它是去年六七月才开始这个变成社会创新实验中心 之前是在框总事实上是有一点空荡荡的这种感觉 这个名副其实 那所以在当时还是一片空地 而且地下室还淹水的时候 当时我们是聚集了上百家 这个不同的社会创新团队 然后来这边连续开了五次工作坊 就是用一种照单全收的概念 去把所有人对这个地方的想象 去发散修炼 发散修炼 所有的design thinking 那当时大家第一名要的东西 就是要有厨房 然后呢 而且要有常住的大厨 然后确保大家来这边的时候 因为你在这边开不管什么研讨会 大概过去一个月之后就忘记了 可是呢 你如果那个东西很好吃 一个月之后你绝对还记得 当然很不好吃 你也会记得就不会来了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一个规律性的一个团队 最重要的就是要有 这个很好吃的东西 这是他们的第一个 就是要有厨房 要有厨食 这个我们就满足了 那第二个呢 这个很多政府所run的空间呢 这个大概七八点就下班了嘛 那所以呢 他们的另外一个这个愿望 仅次于食物的 就是每天都要开到半夜十一点 所以这边都是早上七点开到半夜十一点 那这件事情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吃了好吃的东西之后 就开始brainstorm 那你这个时候把人家赶走 然后人家还要在旁边 很可怜的找什么什么公园啊 什么东西 那就很不work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 每天都开到半夜十一点 然后假日也都是开到半夜十一点 那第三件事情 他们觉得说 当时唐峰正伟 这个每个礼拜来这边 跟大家去做意见的凝聚收集 他们觉得很棒 所以以后呢 就不要走了 以后你这边就变你的办公室 每个礼拜三都来吧 所以我现在每个礼拜三 真的早上十点到晚上十点 就都在这边 然后任何人都可以来找我聊天 所以我想重点还是说 对于这些创新者来讲 最重要的是一个 失败也没关系的一个环境 就算是失败了 他就一面吃好吃的东西 一面分享他失败的经验 他对整个团队都是加分 但是呢 如果失败的时候 他就是被批斗啊 被怎么样 那没有人想要创新 所以就是说 这个互相支持的这个事情 在台湾 这个网民 就是网路上的朋友们 有一些比较酸的一些讲法 什么取暖啊 什么小圈圈啊 什么这个东西 同温层啊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你要爬一个高山的时候 你还要先升篝火 你要先这个取暖 先有小圈圈嘛 要有一个 你宫顶 不成回来 有人拍拍 然后有人知道说 发生什么事情 下一次用那个什么 别的路上去的 这样子一个支持系统 那这样子一个支持系统 我觉得是创新最重要的事情 那所以 就是recap 就是好吃的东西 是最重要的 那可能次重要 就是一个很大的 这个时间上面 跟空间上面的一个结构 能够容纳新的朋友 然后新的朋友来的时候 他是feel welcome and safe 有15位朋友们 想要问说 我是自学分析性教育体 所培养出来 如何规划学习 对现在学子 有什么样子的建议 确实我是台湾 第零代的自学生 因为我在我那个时候 自学还是犯法的 当时还有强迫入学条例 所以我的那一代 像我啊 曾雅妮啊 还有一位下围棋的啊 当时我们做的方法 不约而同的都是 像我当时是国一的时候 就告诉我的校长说 现在有一个东西 叫做yweb 它出现了 那我在上面呢 我看到任何研究者 我就写一个email过去 他也不知道 我才14岁 或13岁 然后他就把我当作一个研究者 我们就开始做题目了 那做的时候 我就发现说 这些东西都领先教科 输十年之久 因为你从cutting edge research preprint出来 到journal接受 到这个学界形成共识 学界形成共识之后 我们这边的课发会 还要了解这件事情 然后再把它做成教科书 做成课本 差不多就是十年的时间 所以我通常就发现说 cutting edge 离我在 甚至是大专用书 看到的东西 就是有十年的距离 那我当然 宁可参与知识的产生 也不要去在这边 consume人家 十年前产生的知识 所以在当时我校长 到国外的时候 他又被说服了 所以那个时候开始 他就告诉教育局 说我每天都有来 但是事实上我就没有去 就是当时这个 我就在父亲的大学 或者就是在 其他老师的lab 反正这个 我是对知识真的有兴趣 所以我就是直接去做 那做的时候 我就发现说 这个创业也不错 所以我就创业 那创业之后 我就发现说 创业了一两年 我就发现 不对 有一些东西 像这个MBA相关的 一些商馆 这些东西 我还是得学 所以我又回去 旁听这些东西的课 那学了之后 我又跑去 矜谷 就弄了一家公司 那我就发现说 这个我还是要学一些国贸 或甚至这些东西 我又回去学 回了之后 最后又去开公司 然后又发现说 我要更了解一些 哲学 心理学 人类学 社会学 这些东西 又回去 然后再过去 然后到最后就发现说 一定要搞懂精神分析 因为在欧洲 他们整个文化 全都是用这样子的 Mentality在想 不然我根本不知道 他们在讲什么 所以又去弄了一点 精神分析 所以我无论如何 就是说 我想这个重点 就是所谓 输到用时 随便找的 这样一个概念 就是一个学习系统 跟学习者的关系 它本来就是一个 互动式的关系 像刚刚讲的 人跟政府的关系一样 如果你自己没有题目 没有自发性的话 那天上再多星座 这个分门别的 把它分得好好的 那也只不过是 让人死背的一个东西 但是当你有一个目的 我就往这个地方 去做的时候 那它旁边的星星 就算本来不是 同样的星座的 那事实上 它也会被你结合成 一个新的星座 所以我们在做 就是生年国家 课纲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 很好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之后的 像我弟弟比我小四岁 那他的那一代 他现在就变成是 他是第一代的自学生 当时就变成合法的 所以就变成是说 台湾现在又是亚洲 这个最领先的实验教育 那因为我们有 实验教育三法 Up to 10% 台湾的学生 不管他在任何年纪 他从K to 12 现在到大学 都可以有 所谓的实验教育 那不管是团体的 个人的 或各种各样的实验教育 现在在台湾 都非常蓬勃发展 那所以就像刚刚讲的 那个法规 创新沙盒一样 那虽然我是所谓 实验教育 这个推动相关人物 但是我也很诚实 跟大家讲 实验教育 大概一半到最后 就是失败的 所以意思就是说 这个就是实验的意义 你如果实验 百分之百成功 那就不叫实验了 所以事实上 我们实验教育的团队 很多是相当辛苦 就是他按照社会的 这个变化 按照他来的学生 很多是多床障别 他不断地在试 各种各样的教材教法 那到最后 侥幸释出一条work的 可能已经四五年过去了 那我们在 十二年国教课 发会做的事情 简单来讲 就是把实验教育里面 释出来好的那些 proven的那些东西 变成惯性教育 就是国民教育 里面的部分 所以我们新课高里面 最重要的就是 自发互动共好 这三个价值 大概就都是 从实验教育来的 那另外一个很重要 就是实验教育 强调的就是说 每个人他有自己的character 所以我们是 build这个人的素养 我们不是去教 这个人特定的技能 因为我们现在 去教一个技能 这个技能 大概就已经不见了 他已经被整病 到不同的领域了 甚至他已经 全部或部分都自动化了 所以在这个时候 如果学生太attach 他的技能的话 那就会变成是说 即使他有什么 无条件基本收入 或者他可以 在AI的辅导之下转业 他心里就会觉得说 我作为人的dignity 我的尊严 受到了这个侵害 但是如果他一开始 在学的时候 就是说 你现在不管任何技能 就是为了要达成 你心中的价值 就是为了要解决 社会问题 就是为了永续发展 那这样子的话 中间任何部分 被自动化的时候 他就不会觉得说 我自我认同是工具人 所以人型工具出现的时候 我就很惨 他一开始自我认同 就是一个完整的人 就不是工具人 所以这个时候 任何部分 他能够被工具取代的时候 那很好啊 他在他的人生的使命上面 又多加了一步 但是这一部分 他就可以去想更多的 花更多时间 再需要不同生命经验 跟人去沟通 跟人去交谈 跟人去互相彼此实现 等等的这部分的工作 所以这是为什么 我在神领国教科发会的工作 大概就是去把这些实验教育 试出来这些东西 透过一个公开的 这样一种竹子稿的 等等这种系统 去让整个社会看到说 我们教育是可以 往不同的方向 也让学生往各种各样子的 不同的方向去做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新的课纲 里面素养导向 我想最基本的一个想法 那也在这边跟大家分享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 所以我问题可能只能回答到这边 谢谢大家 谢谢